你过来 我站哪儿啊 我现在以物业经理的身份 郑重地问你一次 这个事是不是你干的 是 不是我 种种迹象表明 这件事就是你干的 是 不是我 你在这儿气我呢 是不是 你看你 我告诉你啊 这物没有外人 你跟我说句实话 这事是不是你干的 是 不是我 到底是还是不是 真不是我 哎 田先生你对我是了解的 对吧 哎 街坊邻居们 你们最了解我 是不是 我赵刚子会说瞎话吗 不能开玩笑啊 再重新说一遍啊 我赵刚子会说瞎话吗 会 你们说的对 你干什么玩意 有你什么事在这儿 这个月你表现的可不错 这个月啊 有可能就成为优秀员工了 加油啊 哎呀 哎呀 哎呀我我我可不行啊 哎呀我的妈 我照我们这个赵副经理 差的那个距离还是很远的嘛 是不是 他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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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经理 哎 这咋的了这是啊 怎么了 你不是咱田经理的贤内重吗 这咋的呀 失宠了 什么失宠了 还臣妾做不到呢 他过来这个啊 我知道心里不得劲 可以理解 是不是 毕竟刚才田经理都说了 哎呀 你看人小脸 这个月就有可能登上光荣榜了 是吧 赵副经理啊 别慌 因为你啊 毕竟照我 只差了一件好事 是不是 看这光荣榜 这怎么笑着笑着 这还跑掉了呢 哎呀 算错了 是我差一件好事啊 不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又跑到我前面去了呢 是吗 哎呦我的妈呀 看着没 看着没 看着整那个 整那个恍然大悟那个样子 你看着没 哎呀 往这看 往这看 哎呀 你真是心机照 心机刚 心机子啊 你什么意思啊 心机照刚子啊 你是 赵副经理啊 是吗 我有那么心机吗 你看着没 干着没 又来了 又整个恍然大悟那个样子 干着没 又长又长 我跟你说 赵副经理啊 啊 你把这个好事啊 你都做绝了 你都 你说你啊 是处心机率的表现的 哎呦我的妈呀 那家可厉害了 捡过钱 捐过款 给别人修过下水管 是吧 捐过火送过水 给老头捏过腿 你说你这么做 你对得起谁 我对得起谁 我对得起业主啊 那你对得起 身为同事的我吗 你怎么了 我没事干了呗 你说你能不能 你放慢你做好人的脚步吧 是不是 啊 你想想你这么优秀 让我情和一看 你这么优秀 让我举步为奸 你这么优秀 让我怎么飞上天 和太阳见面前 没事 你可以浅下水 和王八 走对 来来来 小脸 跟你开个玩笑 我知道你为啥不高兴了 是不是想上这光荣网 嗯 现在还差一个好事 是不 嗯 我来帮助你 你帮我 你咋帮我呀 你看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呀 在这个四号楼门口 我发现有人呐 就乱停这个自行车 明白了 我现在把自行车给他 我夸给他 我给他挪过来 你就回来 找到了 我的妈 你疯了还是怎么的 啊 那自行车我都已经给挪走了 赵不经理 你手咋那么欠呢你啊 不是 我这说 我这说你那意思 你你你事管的太多了 啊 啊 这样 这件好事就算是你做的 明白不 不是 你干嘛 咱要把话说清楚 这事算我做的啊 我说话算数 一会儿田亭里来了 你就说这个好事是你做的 行了吧 这 这合适吗 你我的妈呀 你什么表情啊你 我想想我就高兴 你我的妈干什么玩意 你给我爷们一点 教练 走 我现在啊 我现在就跟他们成功了 四号 都说啥呀 我跟你说 你先别说了 这样啊 我问你两个事啊 四号楼门口有一个自行车 你俩 我干呢 真是你干的 没错 那就是我干的 那太好了 金姐找着了 来了 金姐 谁呀 谁干的 我呀 我干的 那我太确定了 金姐我这么跟你说吧 以后小区要遇到这种事 那都是我干的 哎 那千万别感谢我 啊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 不需要感谢 为什么呢 身为一个保安 举手之劳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好了 来 金姐跟你说两句 语重心肠的话 你说 我建议吧 你以后的余小脸的名 就可以改了 改什么呀 大脸 哎 看着没有 做好事你就 效果就不一样 然后把你名字一改 你显得整个人都大气了 你看什么 小脸啊 哎 你是真听不明白好带话呀 在别人没有允许的情况下 私自挪动别人的私人物品 这是什么行为 什么 祝人为乐的行为吧 往小了说 那就欠手爪子 知道不 啊啊啊 往大了说 有可能都是偷 再往大了说 大了去了 那就 你想吧 但是你这怎么玩的 我是什么时候偷的啊 没事没事 有我呢 有我呢 那个啊 大美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 怎么了 我怎么不对 我跟你说啊 人家余小脸做得非常好 你那个自行车你站到了 你这话说的太有水平了 我车不站到 我站天上 那是飞机 不是 大美啊 咱得讲理 咱们社区有规定 自行车得放到停车棚里吧 我我那是临时就停那么一小下 我又不是正式停车 我上去一下 你下来车子就没了 那也不行 你不能临时停 你爱着别人的事了 哎呦 不是你停的 你替他在这说什么呢 啊 我是他领导 对 我我得支持他 哦 你是他领导 对 那他就是你领导呗 领导我投诉他 领导 你的员工在没有经过别人允许的情况下 私自把别人的物品给挪走了 知道吗 往小了说 叫牵手爪子 往大了说 有可能叫偷 再往大了说 那就大了去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那个 我投诉啊 你们俩啊 我正式投诉 你说你干的什么事小脸啊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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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哎呀 什么这妈呀 让我背这么大个股啊 顶这么大个人 你也太坑人了吧 啊 顶鱼啊 你放心 这件事绝对是个好事 这好事 当然了 而且他这么做是妨碍了别人 明白不 是啊还妨碍了还妨碍了别人 不就妨碍了我吗 妨碍了我上过程网啊 啊 我怎么说 你说我这一天我这一天我这好事没做成 你说还多个投诉 你说我投诉咋玩什么 哎呀 你别听我说 咦 小脸你也在这啊 嗯 小脸 哎呀 你有难事小脸 哎呀 你也走啊 哎呀我求你了你别跟着我行不行 小脸 我的工作你干啥呀 不是 呀 你咋生气了 哼 这脸的气大了 是不是赵副经理让你收气了 嗯 赵副经理 怎么了 你说你认咋这样呢 你本来是个好人 你咋做了事还不敢承认了呢 不是我什么事我不敢承认呢 你看还不承认 大妹啊大妹来了上 嗯 赵刚才你 起身 啊 过来来 干啥呀 我给你合适点事 来 啊 今天早上 你是不是把一个老头 放到四行车的护架子上运出去了 嗯 没有 被你运出那个老头都 那巴上让你个骨折了你知不知道 会 啊 啊 那个老头是我爸 就我爸来看我还没得进我家门呢 那把事让你给弄骨折了 啊 你就说吧这事是不是你干的 你现在一定给我说起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我这么说吧反正不是我干的 那谁 那谁干的 那个 这事是我干的 那个但是我跟你说啊大妹第一我不知道那是你爸第二呢我就把他放在那个后车座上了他怎么可能骨折呢他真不可能我告诉你哈有目击证人来来你过来来谁呀来来 案发现场这位大姐看见了 我亲眼得见呢 啊 我就看见赵副经理退着个自行车后边拖着个老头那个老人吧他很难受我哎哟哎哟的我亲眼得见呢 赵刚子 我犯狼 坑我就无所谓了你在外面你还坑老头你 赵刚子 赶紧说这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哎呀这个事确实是我做的 我啊今天本来是轮休的不应该我上班早上起来我一拉窗帘我一看今天阳光明媚我一看天这么好我得干点什么完了我就出来溜达我先溜达到四号楼我一看没有什么事然后我就到了三号楼也没有什么事然后我又溜回到四号楼有事了我就发现有人呢把这个自行车停在这个楼道门口这不是妨碍别人吗我刚要把这个自行车搬走 我看那边一个老大爷咔嚓就摔倒了我说完了大爷肯定是病了赶紧把他送医院吧我就把大爷送到了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放好然后我蹬着自行车就去医院了我真不知道是你爸再说了我也没想到你爸的骨头怎么这么酥呢 我跟你说大美我要真的知道你爸骨头这么酥我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他放后座上我哪怕我自己放在后座上让你爸爸自己的自行车都行 说什么话呢那叔叔自己登自己车那叔叔自己不就上医院了吗那还有病吗对对对对那咋整了那应该是你登着车后面驮个我那不行驮着你干啥呀驮着你大爷咋整不行我抱着呗 你上钢子太不想话了你太让我生气了别你你怎么这样的是是是是你知道我多感激你吗哎呦我的妈你会说大爷的感激我以为你激的呢我不这样怎么能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是是大美我了解他一感激他就这样他就很很防盗的赵钢子你说我说啥 不用谢 不用谢赵钢子这就对了吗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赵钢子做好事永远不图名啊不图线赵钢子谢谢啊不客气应该的我就想问问你你爸爸那个骨头真骨折了吗 没没有啊哎没有大美你太过分了啊没骨折你说骨折了干什么呀不是赵钢子我我知道你你那般做好事不留名我不用这种方法我怎么能让你承认这好事是你干的呢哎哎对不对我多聪明啊哎你也是你说你做个好事怎么就不敢承认呢那是天经理啊啊 这个事千万别批批评他啊是我的错为什么呢赵副经理啊想把这个好人好事 留给我扶着我上光榜 你脸哪这么大呢给你你就要啊不是你告诉我的吗见到荣誉的事就得上啊 上一边我的妈 我跟你讲天经理啊其实也不能光怪他还有其他一个原因我没敢说什么呀就是我把大爷送到医院以后呢大爷躺在床上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谁把我送到医院并且救了我这条命我就把我的宝贝女儿大美嫁给他哎呦那真是不应该承认的是不敢的钢子哎我爸爸真的是这样说的吗哎呦啊那个那个大妹啊你不能当真你爸爸当时他有病他他他他就他有点迷糊我爸从来不三国啊 帆佩呀就这么定了赵副经理只是个好人呀大美姐交给你啊笑脸留着什么我怎么呢好水成爽了哈哈哈小脸你开 我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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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留给他了吗不是我可不留给他呀可不敢怎么怎么 没事我告诉你大美的自行车还在门口呢赶快赶快赶快的明白那就是跑呗我的妈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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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啊啥事咱俩聊聊我爸说那事 哈哈哈那个小脸啊后座是我的给我留着位置啊 哈哈哈笨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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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我爸叫你们吃饭 你们讲哪儿 吃饭